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一名强盗杀人犯竟然在狱中呢 他就只是因为另一个受刑人呢 不听他的话 结果他居然就拿出狱藏的筷子 而且是削尖的筷子呢 在狱中当起了所谓的筷子手 刺杀了这一名受刑人 但是呢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重刑犯 那他现在呢 是不是真的已经都豁出去了 反正是烂命一条呢 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他这是遇藏的这个凶器来犯案呢 根本就是为了要换取更多的时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讨论 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天气多变化 极端型的气候不断的出现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那么往往可能是 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 竟然是滥用这个社会资源 结果呢就闯到这个山区啦 或者是危险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这个宜兰县 已经在思考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是不是恐怕以后呢 都要严加的管制 还有我们也看到高美失地 现在呢有人在那儿搞破坏 居然还有阿贝骑着机车来闯入 那么当然呢恐怕你现在 接下来要去高美失地的话 都得非请误入了 没有经过申请的话 恐怕都不能进入哦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 马上会来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几位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资深媒体人 陈辉文 大家好 好继续为您请到是资深媒体人杨文嘉 大家好 好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还有胡孝成 大家好 好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才2005年呢 当时犯下了黑吃黑 连续枪杀两名毒贩的 这个死刑重犯王志皇 他不满另外一个秋信受刑人呢 只是因为不帮他递个纸条 结果居然在狱中 就拿了筷子猛刺这个秋信受刑人 虽然有遭到检方起诉 但是因为进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不仅可能延误执行死刑的时间 更让法界担心 这个漫长的起诉定罪时间 会不会可能反而会让这个死刑犯 如同获得了年死金牌 他是能写杀手王志皇 被判死刑定验 关进监狱四年多没执行 更肆无忌惮 拿磨叽的筷子刺伤玉中的杂役 警卫杂役不愿意帮他传纸条 拿一块布 拿一块布就是随便抱一抱这个样子 就是请他传递讯息消息纸条给别人 那个杂役不要 这一名受伤的秋信杂役 被用磨尖的筷子刺进太阳穴里头 伤口深入六公分 凶贤残忍的手法宛如电影 监狱风云般凶狠 事实上监狱里头 牙刷筷子甚至铁水管 都会变身杀人凶器 王志皇本身精通开枪射击 当兵的期间获得海军两度的射击冠军 左右手都能够开枪 更精通徒手搏击 五年前买毒黑吃黑 王志皇单凭一个人徒手夺枪 杀害对方两名毒贩 枪枪命中太阳穴 全都是刑刑式枪决 从2005年犯下杀人案 06年被判死刑定验 相隔五年之后 王志皇刺伤杂役 再放下杀人未遂被起诉 但就算漫长的判决过程 反而拖慢了原本死刑的执行时间 反而是获得了免死金牌 在法院程序上的过程当中 确实对死刑的执行 会有一所考虑 王志皇连杀两人 被判死刑未执行 心想反正没有更重的徒刑了 反而成了在狱中逞凶的免死金牌 中文新闻韩志欣李梦章 朱贤明台中报道 好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这个死刑犯 他的小档案 那么在这张手版上面 我们看到呢 是他的照片 那么他就是死囚王志皇 06年10月 他死刑三审定验 而如今是2010年的10月了 四年过了 那么他呢 死刑还没有执行 而且另外又被依杀人未遂罪嫌 予以起诉 好辉文我请教您 这个人呢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是不是已经因为说 反正我死刑定验了 罪加一条也没差 还是说其实他可能呢 反正他既然今天 他会先准备好了 一个凶器的话 表示他应该已经有 预谋的一个心理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也表示说 他可能也知道 这个法条是这样子 司法的程序是这么走的 所以他反而要这样 换取更多的时间 对 因为我看这个案子 因为他发生在今年1月 那昨天是把他起诉 那我的研判说 这个应该是还有案外案 因为我们知道死刑班 他判决定验 他等候执行 在这段期间 譬如说他四年前 就已经被判死刑定验 这样其实他的家属 是可以去会客的 他对外 譬如说他有什么 当兵的这个同梯 或是什么小学同学什么 他还是可以写信 所以他并没有被禁见 那你有什么样的讯息 必须要透过杂役说 你拿去的隔壁 杨文贼你拿过去 你在干嘛 因为你被判死刑了 你在里面干什么 那个纸条为什么那么重要 对 你纸条写了什么 要传给谁 这部分是台中监狱 跟看守所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而不是说爱公督 他为什么会下这个众手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他把那个筷子磨尖 然后绑在那个手上 这样这么凶残的手法 他是预谋的 那显然那个杂役 因为杂役也是受刑人 就是表现比较好的 可以去帮忙对面 串门子走来走去 那这个杂役到底得罪他什么 就是说你不愿意传 问题是还有别的杂役 你今天要传 今天遇到这个杂役不买单 明天那个搞不好就怕他 那我就帮你传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动手 所以里面监狱里面 暗潮汹涌还有别的引擎 那刚刚提到说 这个这样子是不是真的 获得免死金牌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 规定来讲的话 如果要枪毙的话 还真的轮不到他 我们目前等候执行的 本来王清风部长只有44个实行办 那后来郑永副部长上来之后 枪毙了4个 然后一直偷偷 拖了这几个月又多了4个 所以目前还是有44个 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 那个王志皇在内 他是属于这44个 那现在如果真的要执行的话 反而他的案子 没有办法去执行 因为他还有一个这个 杀人未遂的案子 那变成说 其实就是免死金牌 讲白就变成说 如果要在这44个里面 挑人出来执行的话 你还不能选他 那问题变成在这里 所以如果让死刑犯 其他死刑犯 因为他们那里面 没有今天看到报导说 有样学样 原来有这些 大家都去欧 那就会大乱了 好 文家道请教您 其实这个人 他到底是跟那个 瘦疫有什么过节 这个当然不得而知 但是事实上 我们刚刚就点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纸条为什么那么重要 他可能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什么样子的意图 所以如果人家不帮他地址条 他竟然要这么样的一个凶残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手法 虽然是觉得很惊悚 简直像是这个电影的翻版一样 两根木块再加上一根毛巾 然后什么绑在右手 竟然把他削尖了之后 就可以把人伤成这样 因为那个被害者 他后来还二度住院 否则的话 第一次住进医院 根本还没有医好 是一个重伤的一个结果 你也谈谈看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 简直是惊悚 有如电影一般的情节 但是却发生在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现代的 现实的监狱的状况 可能跟电影应该没有差别 我们也不能就说 是不是 他们去学电影 我觉得有时候是电影 是反映监狱的真实的状况 我们只不过是透过电影 间接去了解 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个 黑暗的角落而已 所以电影或许不夸张 搞不好真正夸张 是在还没有被发掘的监狱的 黑暗面里面 那你刚才提到说 那个杂役 不帮他送那个东西 就要把他做了吗 我觉得那个东西 可能一点都不重要 也有可能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帮我送 我当然做了你 那也有可能 根本就不重要 他只是要宣示 他的领地意识 在这里面 我最凶 我最狠 我是老大 我要你做的 你敢不做 所以这个 真的是这样吗 越坏就越大买 走路有风吗 我觉得会 我个人觉得会 因为监狱 我们一直讲说 他是下一站就是地狱 所以这个监狱跟地狱之间 应该有直通车 所以我觉得 不能用人间的角度去思考 监狱的 平常运作规则 他有他黑暗的潜规则 几乎是跟地狱的运作是一样 那我觉得 对社会最不好的示范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这么凶残的重刑犯 在监狱里面 为什么还得不到 必要的管教 跟适当的安全措施 他入狱之后 还可以继续的逞凶斗狠 我觉得预政管理 在这边暴露一个 非常严重的缺失 第二个部分 我认为是在刑法处分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稍微有提到 我觉得非常的不正义 他可能变成说 以后罪来拖前罪 反正一个死刑 我继续统楼子 后面的楼子就会保 会拖延我前面的楼子 被处理的时间 这样对吗 我觉得变相鼓励 这些没有明天的人 透过非常的手段 去创造他有限的明天 受害者是那些 其他的受刑人 还有广大社会 要付出的道德成本 我觉得这部分政府 不能只把它当作 一个社会新闻 或是一个个案的 偏激的角度去看 应该有一个制度性的补救 立刻介入才对 以后罪拖前罪 这个后罪会拖很久吗 这个事成我想很多人 还是不太了解 我觉得我们看过很多 这种所谓黑道电影 这种所谓死刑犯的电影 你有没有看过 说死刑犯很久没有执行 突然你拿到一张报纸 上面剪了 新闻剪掉了 表示你的死刑定验 那就可能是要那拿 当然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应该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不需要讲说后罪拖前罪 刚慧文点出一个重点 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案子本身有问题 这个案子指条重不重要 但是我认为他说故意用这种方式 拖延他的死刑 我是比较怀疑的 为什么 如果这个方法能用 我看很多人以前早用了 不会等到他才用 以前比他更凶更狠的大哥多的是 那会不会用这种方法说 这个董后来我堵一个 我又一年 孝成来我又堵一个又一年 堵到我八十岁我就再见了 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用意 我觉得他之所会刺这个杂役 刚慧文讲的重点 杂役很多个都是受刑人 这个不行 我换孝成 孝成不行我换文家 我可以换很多人 帮我传递这个字条 这个字条这么重要 所以这个东西 必须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说真的有人去 你说免死 我觉得大概顶多是慢死 不可能免死 为什么 你说现在会不会等到建国百年 我们马总统会不会这样 一个大赦我就不死了 他已经宣誓了 你们这些死刑犯没有机会的 只有那些轻刑的才有机会 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发生的 是不是说 是不是会有人学习 我觉得会有 因为这个叫副作用 也就是好的副作用 什么叫好的副作用 我因为一个犯罪 却引发了我可能比较不用 可以晚一点死这样的一个效应 这个东西我必须地监署 或是法务部 必须要注意到这个事情 拜托我就没什么事 我就读一下 没什么事我就读一下 这个事情会变成说 大家反正死刑犯 对不对 反正没什么好怕的 就是死路一条了 我想尽各种方法活下去 这个必须地监署 或者是这个法务部 都必须要检讨 是不是在规范上面 或是在跟死刑犯这个接触上面 是不是有必要 加进一步一个通则出来 不然的话 以后做事层出不穷 没有人要干杂役了 对不对 没有人到时候被捅死了怎么办 捅死了不止民事还有刑事 还刑事还有民事 那拖得更久啊 那个怎么办啊 对啊 东豪那我请教你 像这个王志皇 好像还是很凶残 而且感觉上 你看他现在呢 多年后他又再度犯案 而且是犯下这种预谋杀人的重案 看起来似乎呢 这个性格完全没有改变 我们知道其实在当时 这个2006年 他当时是怎么样犯案呢 他是跟朋友 因为买毒起了争执 结果呢 是以近乎行刑方式 在中头公路旁边呢 枪杀了两个人 还取走了270万元 那么其中呢 林兆明还是王志皇的好朋友 但是呢 他竟然还是如此的凶残 那话说回来到如今 你看他现在其实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再度的这个犯案 所以有人可能就会讲说 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人在观察 就是说他的这个性格 恐怕还是非常非常的凶狠 而且毫不知悔改